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31日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看到花莲县政府教育处 为了要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在今天在同兰国小时进行了防疫停课 不停学的云端线上教学演练 是提供学生在家学习的有效工具 并协助这个任客教师以及家长的共同协力 来善用政府与民间的相关科技 辅助自主学习资源 进行学习 让防疫期间学习不中断 为了因应防疫期间 一旦遭遇到学校校园感染停课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 就会将启动线上远端教学 31日就在同兰国小 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演练 也希望藉由这一次的演练 让学校学生以及教师 能够了解如何使用线上软体 来进行远端教学 那这一次的一个整个演练 我们也操作了几个模式 当然就是透过所谓的直播软体 Zoom来进行 那又搭配所谓的现有的电子书 电子书的一个数位的教材 以及非同步的一个学习平台 比方说英才网 还有就是我们新师生平台里面的课间的工具 那这样的课间工具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当老师端进入课间工具 学生端也进入课间工具之后 那我们的课间工具 它就会显示 学生已经签到 那这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就是也解决了 就是我们不太确定 学生是不是有在云端的另一端 来做一个学习 那这样的一个亲身的一个工具 去解决了这一方面 像在电脑上怎么上国语课 老师会分享他的画面 然后他就会那个用电子书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这样子的上课方式 跟你以前用那种平常在教室上课 感觉差别在哪里 就是用用润的这样子 那个画面会荡荡的 会听得不清楚 以线上数位学习 即将可以最大限度 迷评停课期间 学习的落差问题 县长许正伟表示 特别感谢前县长傅昆奇 在任时就进行花莲各学校的建制 才能够让花莲县 现在房市期间能够超前建制 云端教学功能 现在因为防疫期间 这个对于停班不停学的部分 对于这个部分 其实花莲县政府教育处 其实不紧张 因为其实平常在备课或是平常在教学 以及学生的学习里面 其实都有在应用 现在只是如何把它整合全县的学校 一起来共同开视窗 或者是我们的视讯会议 这个部分其实教育处长久以来 现在都在做视讯会议了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是希望让我们花莲县的家长能够安心 也能够了解 其实花莲县在远距教学以及学习平台已经不见于先 而大家不要担心 但是中卫还是呼吁 这个我们尽量不要进入校园 保障到学子的健康 每个人把自己自主健康的管理管理好 线上教学学生在家里就能够透过网络以及个人账号登入 进行数位线上学习并记录学习履历 线上数位学习资源包含了有包括教育部英才纲 军医教育平台 PACOMO游戏学习平台等等 透过线上学习达到停课不停学的目标 未来也将会进行第二第三阶段的各校实际演练 期许亲师生共同协力让孩子的学习不中断 记者林杰秀林香采锋报导